婆婆妈妈一早来到菜市场买菜 口罩护目镜包紧紧 端午廉价前一天 传统市场有限买潮 只是逛了一圈 怎么发现菜价离谱飙涨 叶菜类长得特别多 跟金蕾也还好 但是也是比较贵一点 不对 长很多 反正是自己吃嘛 又不是买给别人吃 由于上周中南部豪雨接连 下好几天造成农损惨重 加上端午廉价到来 蔬果叶菜类需求大 供应量减少 价格翻倍再翻倍 根据北农统计 台北市场批发价格 尤其是水生蔬菜涨幅最多 以新疆菜为例 一个月内涨幅竟然高达454% 价格从11元涨到61元 另外花果类的丝瓜 一个月前每公斤价格为22元 现在48元 涨幅高达118% 像高丽菜现在也是调涨到 一斤差不多30 40块那边 对 所以我说像其他 青菜可能像秋葵 或者说白菜那些都会慢慢调涨 菜单老板预估这波涨价潮 必须要等到农田复根后才会回问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减少出门 让菜篮族只能无奈要压买菜 八大新闻综合不到 18位玩八方锁定八大明星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